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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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列飘扬的八一军旗的导引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渐步前行 仪仗大队正式组建于1952年3月 至今已出色地完成了2000多次仪仗私礼任务 和160多次重大活动 1992年江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仗大队军旅标兵荣誉称号 1997年7月1日 他们升起了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上的那面五星红旗 今天他们以雄壮的步伐再现了军旅标兵的风采 1997年7月1日 1997年7月1日 仪仗兵们手中紧握着我国研制的新型自动步枪 它的体积、重量、直射距离、威力 在同类武器中出类拔萃 是处于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步枪 接着走过来的是国防大学方队 国防大学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学府 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三八作风是学校的校风校训 邓小平同志为学校提起了校名 江泽民主席十几次到学校视察 石家庄陆军学院352名应届毕业学员组成了陆军院校方队 六十多年来 这所学校共培养了十四万名陆军指挥军官 目前人民解放军陆军初中级军官 都必须接受军事院校的正规教育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成了海军院校方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所海军学校 舰校五十年来培养输送了三万多名军政指挥军官 造就了一百多位将军 目前海军所有的舰长等主官和绝大多数技术军官 都来自各海军院校 空军院校方队由空军指挥学院负责组成 该院是我人民空军最高层次的指挥院校 建院四十多年来为人民空军培养输送了两万多名优秀人才 其中有一百多位将军 被保卫祖国的领空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进入中心寿越区的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步兵方队 这支英雄部队曾在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抗美援朝和去年的封堵九江绝口的战斗中立下核权 特殊战功 著名的济南第一团就出自这支部队 今天步兵的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装甲车辆导弹直升飞机以及先进的卫星定位抗电子干扰等新型武器装备 以使陆军成为拥有新的综合作战能力的合成军种 现在正部走过中心寿越区的这支部队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组成的 在抗日战争中击毙过侵华日军的名将之花阿布归秀 解放战争中攻打石门 解放太原 血战兰州 新的历史时期 他们培养出军中交易路 复卫等先进典型 潇洒的水兵方队是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 他们曾在1959年1984年两度参加国庆首都阅兵 水面舰艇部队 潜艇部队 航空兵部队 海军陆战队 岸防部队等五大兵种 及各种专业部队组成了现代化的人民海军 1980年 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战斗部队序列之中 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 这是一支具有陆地 海上 水下 多种作战能力的特种作战部队 组成空军飞行员放队的是某空军飞行学院 目前空军大部分航空兵团已经达到甲类战斗篇标准 从飞行团长到空军司令都能驾击升空作战 80%的飞行员是全天候飞行员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走过来了 为适应跨海作战新任务的需要 空降兵部队装备了新型飞机和伞具 加强了海岛登陆 城市作战等训练科目 如今 空降兵部队从将军到士兵都能从天而降 英姿萨爽的女兵们是白球恩军医学院的学生 十五年前 这所学院祖训的女兵方队就参加了国庆三十五周年的首都阅兵盛典 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通令嘉奖 如今 在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里都活跃着女兵们矫健的身影 武警部队警卫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的战事组成 这支警卫部队担负着首都及外国驻华机构等各类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任务 武警特警部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 配有特殊装备 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 在反截击 反截驰 反恐怖的行动中 特警战士们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们向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的特警战士致敬 现在走过来的是由北京陆军预备役某师组成的方队 预备役部队是为战时实施快速动员而组建的 平时预兵与民 战时转为现役部队 今天也是预备役部队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 南民兵方队熊啾啾气昂昂地走过来了 这个方队全部由首都钢铁公司的民兵组成 他们曾六次参加了国庆首都阅兵 平时他们是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标兵和骨干 有着首都民兵之花美誉的女民兵们全部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她们是最后一个同步方队 首都女民兵曾十二次参加国庆盛典 接受过党和人民的检阅 今天在这一片均绿的世界里 她们就像一簇美丽的鲜花一抹绚烂的彩霞 各位观众 17个授阅部队途步方队都已通过天安门广场 稍后将有25个车辆方队编队通过中心授阅区接受检阅 今天参加授阅的我军官兵共有一万一千多人 各种装甲车火炮导弹409台辆 各行作战飞机132架 刚才我们看到授阅部队途步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步伐 它们正部通过授阅区的速率是每分钟116步 每个人